特地的查清楚的 我這裡有三個案子 我想我順便在這裡就跟您提出檢舉 第一個案子 葉勝茂被定驗 很關鍵的是他在花蓮的 那一個 弊案裡面 向柯建民通風報信 而柯建民之所以不起訴的原因 是因為證據不足 我們知道證據不足的原因是什麼 證據不足就是因為有人通風報信 所以事前把證據淹滅了 所以才出現證據不足 所以才使柯建民 能夠 能夠逃出這一個法律的制裁 所以才會形成最後的證據不足 不起訴諸分 所以有關這個案子 既然葉勝茂是 向柯建民通風報信 洩密 定驗了 那柯建民的案子要不要重查 柯建民的案子 要不要透過葉勝茂 改列污點證人 改列證人 來說明到底他給了柯建民 什麼樣的訊息 讓柯建民淹滅什麼樣的證據 使得柯建民到最後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想這個案子是不是要重查 花蓮三 三戰七的這個案子 是不是要重查 第一個案子 第二個 我覺得非常嚴重的一個 我記得在2007年的時候 當時特徵組裡面 有四個檢察官 朱曹亮 吳文忠 李海龍 林哲慧 兩度到高雄 要升押徐震朝 跟蕭林慧 是為了高雄發展聯誼會裡面 不當政治獻金 涉及到收賄的這個案子 其中的主角就是謝長廷 而當時高分檢的查黑中心的檢察官 羅建勳啊 也曾經以貪污市政明確 準備起訴謝長廷 後來這份資料 被葉勝茂透露給陳水扁 然後陳水扁再把這個資料交給了邱毅仁 轉到蘇貞昌的手裡頭 不少大家記得那時候蘇貞昌跟謝長廷出選 還登了一個報紙廣告說轉移焦點 也無法改變涉案之事實 而這個案子 在謝長廷提出了毀謝小組以後啊 後來兩度升押之後就沒事了 就沒有了 沒有的時候更荒唐 沒有之後經過再度檢舉 再度檢舉 黃世民啊 檢查總長黃世民 在去年 在這一個白紙黑字的公文函裡面 他說在去年6月21號 他已經把謝長廷涉及到 高雄發展聯誼會的收費 不當政治獻金貪污案 已經移送給高雄地檢署繼續偵辦 去年的6月21號到現在快一年了 也沒有開庭也沒有傳訊 什麼動機都沒有 我們今天談貪污自罪條例 可是實際上的運作 一個案子特徵組兩度升押 失敗了以後就不動了 然後在去年6月21號轉到 從地檢署到現在快一年了 沒有任何的動作 你看到謝長廷在外面爬爬罩 到處說這個說那個 這個公文是假的啊 部長 不可以這個樣子啊 我們今天修法重要 執行更重要啊 你法修在那裡 你不執行啊 去年6月21號 黃世民說 已經移轉到高雄地檢署偵辦 謝長廷的貪污案件 到下一年 沒有開庭 也沒有傳訊 那到底起訴或不起訴呢 那如果什麼都不幹的話 至少要簽結吧 也沒有 案子就放在那裡 放一年 貪污的大案放一年 你不覺得離譜嗎 好我最後一個案子 很簡單 部長 你印象中你大概記得啊 在2001年的時候 當時候有 關稅總局 的總局長富仁雄 在監造的 移交給海巡署的四艘 巡器艦 這四艘巡器艦都是600噸喔 我們政府花了20億 花了20億 請關稅總局監造 然後發包給誰做呢 發包給陳水扁迪西的很親信的高雄慶富造船 陳慶南啊 陳水扁的國社顧問 陳水扁原準備 要逃到法國去 就是找陳慶南幫他處理 結果這條這四艘啊 這四艘巡器艦 移艦移送到 移送到 移到這個海巡署以後 沒有多久啊 這四艘巡器艦就不能用了 就壞掉了 20億泡湯啊 當時候監察院還做了糾正 2001年做了糾正 部長 這個案子當時不只監察院糾正 調查局也在查 我想部長應該有這個印象 到後來竟然沒事哦 又沒有了 大事話小事話不見哦 原因什麼 當時還查出來前關稅總局的局長 傅仁雄 跟傅仁雄的前一任趙國安 在帳戶裡面 有不明巨額之金的流露 然後調查局長也叫葉森茂 也叫葉森茂 跟傅仁雄說 你趕快辦退休 就可以放你一馬 沒事了 最後傅仁雄辦退休 沒事了 暫時沒有了 我們國家的20億 就不見了 然後傅仁造船 陳慶然也沒有被查 仍然是陳水扁的哀將 而在整個招標的過程裡面 底價 底價19億 陳慶然的傅仁造船 只比底價高一點點 神準啊 有沒有洩漏底價 有沒有收費 為什麼在總局長的賬戶裡面 有不明資金流露 調查局在調查 一開始也是聲勢很大 說調查出很多東西啊 後來傅仁雄退休沒事了 我查了半天才知道 原來傅仁雄有透過一個人 一個靈性的 性靈的 雙目靈的 因為跟葉聖茂很熟是同學 跟葉聖茂 談了條件 當時代一句話是說 你富人雄趕快辦退休 就可以放醫 我在這裡特別舉這三個 都是跟葉聖茂通風暴行有關的案件 照講嘛 調查局要恢復聲譽 我們的司法部和法務部要清洗 葉聖茂支持 就把葉聖茂包庇施案通風暴行的案子 徹底重查嘛 翻出來重查嘛 我今天至少提三個案子 第一個 就是葉聖茂通風暴行給柯建民 花蓮山寨溪的事件 貪污案子 當然要重查嘛 因為葉聖茂既然通風暴行 判刑確定 那柯建民 因證據不足被不起訴 就要打上問號 當然要重查 第二個就是 謝長廷、徐振曹、蕭林慧 三個人高雄發展聯誼會 貪污收取不當政治獻金的案子 拖多久了 兩度身壓不成 移到高雄地檢署 移了快一年了 沒有動靜 第三個就是2001年 關稅總局總局長 富仁雄 兼造四艘巡器艦 給慶父造船陳慶南 來造這四艘艦 移撥給海巡署之後 沒有多久四艘艦都壞掉了 二十億泡湯了 監察院糾正彈劾 但是最後富仁雄退休 這案子不見了 也跟夜深報有關了 三個案子都跟夜深報通風暴行有關 都跟夜深報吃案包庇有關 部長 要不要查 跟邱文報告 這三個案件呢 我們會請檢察室去了解 如果有案件的 希望他們盡快的去調查 如果沒有的話 也要去了解 我們轉給檢察機關去處理 我們會轉送給檢察機關處理 好 那部長應該要給我一個時間 給我具體答覆啊 好 因為據我所知道 富仁雄這個案子 所有的卷證 資料 檔案 都在調查局 都還在 至於謝長廷的這個案子 現在在高雄地檢署 是 特徵組 全部移送到高雄地檢署 都還在 而柯介明這個案子 雖然是不起訴處分 但是因為夜深報通風暴行 判刑確定 所以 所有的資料 捐證都還在 我想 重啟調查是必要的 那麼也希望部長啊 能不能在一兩個禮拜內 給我一個具體的答覆 好不好 我們會處理 我們轉送給 謝謝 我們現在啊 先確定一下我們的議事錄啊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宣讀完畢了 不知道議事錄有沒有錯誤 沒有